看到获奖的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有民众去领奖赤 领了一肚子的气 因为苗栗的这位许先生 他成为了环保署绿色商店 票选活动的得主 但是中奖得到的住宿券 却跟原本公告的住宿农场不一样 而且还限制只能够平常的时候使用 民众觉得环保署太没有诚意了 民众成为环保署绿色商店 票选活动第八奖的得主 但是一点都不开心 他7月底的时候寄中奖通知给我们 然后原本是说中赵峰银行的住宿券 就是赵峰牧场的住宿券 后来他却自己私自更改为 那个飞牛牧场的住宿券 中奖的信件中原本标示 赵峰农场3500元的住宿券 改成飞牛牧场3800元的住宿券 标签也有重贴的痕迹 似乎住宿券的价值更高 但我们来到飞牛牧场的网站上看 平日是3230元 假日才是3800元 但徐先生拿到的住宿券 却是限定平日的住宿 想要假日住宿还得自掏腰包 加钱使用 徐先生一气之下投诉环保署 却得到这个答案 他一开始就跟我说非常抱歉 然后到最后面就说 那你既然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商品券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填写放弃数 我们会请飞牛牧场开宿券 直接给徐小姐 让她提供证明 就是说她其实平日 假日都可以去 那价值其实都比她当初 我们给她的那个资金金额还高了 为了消解民怨 环保署将平日住宿券 改成假日也可以使用 原本好意举办抽奖活动 宣布的奖项却和实际有落差 难怪民众会觉得没诚意 现在亡羊补牢 希望能消消民众怨气 中间新闻彭志明 苗栗采访报道